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杂志天下 孩子的病不但没好 反倒越来越重 最终不幸去世 孩子的父母就把医院告上了法庭 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 医院就应当承担举证的责任 这个时候病例当然就是最关键的证据了 可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医生写的那个病例太潦草了 导致了鉴定机构都无法识别这里边的内容 由于缺乏证据 最终法院就认定医院存在过错 判决他赔偿患者家属45万多 因为病例自己太潦草 没办法鉴定 结果被判担责 这还真是房门前挖了陷阱 自己坑自己 说起来不少人都见识过医生的天书病例 那字写得跟画符似的 让人傻傻看不懂 那么医生为什么非得把这个病例 写得那么潦草呢 有业内人士说 有的病例潦草是因为医生太忙了 来不及慢慢地认真写 但更多的呢 还是医生故意的 因为很多医院呢 都有自己的一套药物标记方法 特别是他们的独家配方 会专门设计一些符号 目的呢 就是为了防止患者到医院外边去买药 但问题是甭管出于什么原因 天书病例 那都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按照相关的规定啊 病例是医疗服务的 重要信息载体和档案 是医疗犯罪医疗纠纷 最权威最直接的证据 具有不可替代性 所以呢 卫生部门呢 还专门出台过 病例书写基本规范 就要求病例书写 要文字工整 字迹清晰表述准确 此外 患者到医院来看病 就是想知道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 需要吃的是什么药 你医生把这病例写得龙飞凤舞的 那显然就是对患者呀 不负责任 你已经侵犯到了患者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有专家就说了 最高法公布的这么一起案例啊 具有很强的警示意义 他就提醒医院和医务人员 要严格规范病例的书写 不能够擅自作主我行我素 另外 现在有不少医院 还推出了电子病例 就大大减少了天书病例的产生 相关部门呢 也不妨借鉴一下 全面推进病例网络化 从而呢 让这个病例和那天书 彻底说再见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醉酒乘车 为了避免醉酒引发的纠纷 前不久 某网约车公司在深圳啊 就实行了醉酒乘车的规则啊 就在APP当中啊 增加了与乘客醉酒相关的功能 包括什么报备呀 申请取消啊 收取洗车费呀等等 这公司就说了啊 希望能收集到人们的意见 逐步在更多的城市来推广 这消息一出来 立马引发热议 一般来说啊 网约车司机只要接单 你就不能够拒载 不过呢 凡事啊 也都有个特殊 你比如 喝醉了酒的乘客 就让咱司机啊 很头疼啊 因为酒精的刺激呢 会导致这个乘客呀 行为失控 醉酒闹事 引发纠纷 这个现象是很普遍 其中 一些个纠纷呢 甚至都影响到了 乘车和开车的安全 除此之外 为醉酒的乘客服务 还可能付出更多的头路 你比如 你要清洗车辆 它呕吐物啊 还有送达后 要提醒 要照料 甚至要帮扶等等 正因此呢 大多数的司机啊 都不愿意接这个 醉了酒的这个乘客 甚至有网站发起了讨论 说司机能不能拒载 独自乘车的醉酒乘客 其中 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 司机可以聚载 最近 这个醉酒乘车规则的 试运行啊 就让他们看到了 解决之道 它呢 是铭心了 服务双方权力的界限 你比如哈 乘客在车里边呢 呕吐就需要支付 一定的洗车费 此外呢 他还对司机聚载 提供了一些个弹性 就是司机啊 可以根据这个乘客的状况 做出 要不要提供服务的选择 也可以选择 聚载醉酒的乘客 允许聚载 这个新规呢 就引发了人们的讨论 你像有人就疑问啊 说司机 你怎么了解 乘客的醉酒状态呢 就算配备了酒精测试衣 你司机又有什么权力 对人家进行测试呢 所以啊 乘客是否饮酒 是否醉酒 需要靠司机主观判断 就有可能失准 或者呢 使双方各执一词 会引来更多的麻烦 此外 这会不会给司机 付权太多 反倒让乘客的权力 得到了一些限制呢 还有啊 司乘之间 因为醉酒引发的 直接纠纷 或许会少一些哈 但因为聚载啊 导致的其他矛盾 又可能会增加呀 目前 这个新规则呀 还在试运行当中 许多的这个细节呢 还等待完善 要我说呀 有了规则的出现 这就是对过去管理盲区的一种填补 是一个进步 咱都说呀 无规矩 不成方圆 我们就但愿啊 这规则能进一步完善 让它变得更科学 更合理 更能够操作 好 继续回来 前不久 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表示 将在明延修改票务规则 实行最低票价的这个限制余额 以前在苏州坐地铁 如果交通卡里的余额少于7块6 你就不能近站上车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实行的是最高票价的限制原则 你比如啊 地铁一号线 它全程的票价是8块 交通卡享受95折 也就是全程票价最高的是7块6 如果你卡内的余额没有达到这么一个数字 那就不让你近站 哪怕你只做一站 做短途 只需要两块钱 它闸门也不给你开 据介绍啊 这个最高限价的原则 从地铁开通起呢 就一直实施的 那为啥现在突然要改了呢 这是因为啊 有一个学生 勇敢地拿起了法律的武器 说苏州大学生小吴 在蹭地铁的时候呢 两次遇到这种情况 卡内余额不足 无法近站 他就觉得啊 这项最高限价的规定不合理 卡内钱不够 出站的时候补票也就可以了呀 而且呢 即便余额不足 也足够乘客做短程啊 为什么要限制乘客近站呢 他还查询到 国内其他十多个城市 那个地方的地铁实行的呢 都是最低限价规定 那也就是说 卡内余额低于最低票价 乘客才没办法近站 于是呢 他就一指数状 将这个苏州地铁啊 告上了法庭 要求修改这不合理的票课规定 为了省理此案 苏州中院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啊 调研全国各大城市的交通卡 查阅了预付卡的相关法规 之后双方进行了调解 苏州地铁表示将修改规定 说起来地铁余额不足 无法近站 看起来是个小事啊 很多人呢都忽略了 但明明有乘车的权利 却被不合理的规定啊 拒之门外 这其实呢 透露出来的呀 是某些公共服务的傲慢 小吴同学呢 用自己的校征 改变了这不合理的规定 这其实呢 是权力意识的体现 近些年 像这样校征的人啊 越来越多 你看去年 有一位大学生 一位绿皮火车的烟味 就起诉了 铁路部门 就推动了 绿皮火车的禁烟行动 拿起法律的武器 维护自身的权益 关心公共利益 只要是合情合理合法 法律啊 都为这样的校征啊 来撑腰 难怪有人说 这真是一场 校征的胜利 好 接下来看最新一集的 难读周刊 文章标题是 朋友圈打卡 人生可能越来越卡 现如今啊 朋友圈流行打卡 随便搜索你就发现 打卡的形势呢 越来越多 吃个早餐 有人要打卡 做瑜伽 要打卡 背单词 要打卡 甚至早起也有人打卡 说起来打卡呀 它本来是职场的 一种考勤方式 就是把考勤卡 放在词卡机上 记录你上班啊 和下班的时间 但到了互联网时代 这个词语的含义呢 在不停地延伸 它都成了现代人 记录生活 冲刺目标的一种方式 这种朋友圈打卡 就可以获得 朋友的祝福和点赞加油 会让人呢 更容易克服困难 于是呢 就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有心理学家呀 就说了 打卡呢 确实可以形成 正面的一个心理效应 在你坚持 自我克服困难之后 它会增强自信心 会提升 积极乐观的情绪 但是凡事呢 它有利呀 它也有弊 你碰到那些个 自制力 不是很强的人 他玩不成 既定目标 就很容易呢 失去信心 啊 性质 来了的时候呢 哦 性质淡淡 啊 但性质一过呢 往往也就 不了了之 啊 有多少种的 花式打卡 它就有多少种 花式的 半途而废 你看啊 打卡 要健身的啊 天天打了鸡血 自我鼓励 但坚持了几天 就发朋友圈说 哎呀 转浪 某某健身房 VIP卡 九成星的 还有要打卡 说要早睡早起的 结果几天之后 就看到他凌晨两点 还在刷微博 还有打卡要 戒掉奶茶的 过两天 他就破戒 发朋友圈说 真想打卡 变成了打脸呢 还有的人呢 甚至啊 陶醉于别人的 点赞和夸奖 甭管有没有 真的完成任务 反正朋友圈 一定要发 于是呢 穿着昂贵的健身服 他也懒得去锻炼 只拍照片 再来一段鸡汤文字 假装自己在锻炼 很努力 这种作秀式的打卡 不仅不利于 建立正面的心理激励 反倒啊 让你陶醉在别人的 点赞这种幻觉当中 自我欺骗 实际上啊 哎呦 过的是一团糟啊 你像国外 有一个崩坏的网红 叫什么呢 叫西上真奈美 在网上 他是一位参加过 顶级时尚秀的 大长腿模特 每天在网打卡 打什么呢 打自己精致的生活日常 就被人们奉为女神 然后 当他上到综艺节目 节目组跟拍他一天 所有的人就傻眼了 他的现实生活 惨不忍睹啊 照片全都是作假的 没有朋友 还住在满是这个垃圾 无缘脏器的房子里 杂志就说了 朋友圈打卡 千万别为了打卡啊打卡 否则的话呢 往往你打卡打卡 人生越来越卡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东北冰上钓鱼 出现了神操作啊 您瞧瞧这哥们 为了驱散来自冰城的寒气 将一些干草铺在冰城上 然后呢 蹲在干草上 远远望去啊 就像是一只正在复旦的母鸡啊 场景让人忍俊不静 这还真是 古有卧冰求礼 经有复旦求鱼 有人调侃说 爱就是不怕展现自己 最真实最接地气的样子 在内蒙古 两名小学生 在广场休息区啊 写作业 说是家里啊 写作业啊 没意思 在这呢 有活力 而且呢 他们俩啊 都是光着手握笔 当时啊 那气温已经是零下十几度啊 有人就感慨 这恐怕是现实版的 头悬梁 追刺骨 天津街头 出现了一辆养鸡公交啊 后车厢 放着仿真鸡 还会下蛋呢 每一位乘客 都可以获得一枚鸡蛋 原来啊 这是某工艺组织 推出的工艺行动 呼吁大家 低碳出行 人们就感叹啊 养鸡公交 这是联合母鸡 送温暖啊 最近科学家在南京 发现了两百多块 远古花朵化石啊 研究就显示 这些个花呀 生活这个年代啊 距今至少有 一点七四亿年 是目前人类发现的 最古老的花 因为是在南京发现的 所以呢 科学家把这些个花呢 就叫做南京花 以前人们普遍认为 花朵只起源于 一点三亿年前 现在南京花的发现 把这时间呢 往前又推进了 好几千万年啊 南京花的形状 看上去很像 现在的梅花 就是不知道 这个味道 是不是和梅花 一样芳香呢 阿姆斯特丹 有一组雕像 叫坐着玩手机的人 只见三个人 坐在长凳上 完全沉浸在手机当中 无视彼此的存在 设计师就说了 在冬天 天黑得这么早 你会看到 曾是四周的人 被手机的灯光照亮 但这屏幕的光 照亮了我们的脸庞 却孤立了我们的世界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作业APP 重庆市的林女士呢 跟记者反映 说正在读小学的儿子 每天都要用老师 推荐的一款作业APP 来做作业 但她最近发现 这APP里呢 暗藏着不少的游戏 已经严重影响到 孩子的学习效率 好和的作业APP 它怎么就让游戏 喧兵夺主了呢 据了解 这么一款老师推荐的APP呢 你在首页点击一个路口 就能找到很多游戏 林女士就发现 他们家孩子的账户 都已经升了好几级了 还经常跟同学呢 组团来玩游戏 甚至呢 在游戏里啊 都花了好几派块钱了 另外一名家长 张先生也反映 说他们家孩子啊 一拿到平板 就不肯杀手啊 一直玩这个作业APP里的 闯关游戏 还跟别的小朋友啊 打擂台 做作业 反倒成了一个借口了 说起来啊 现如今很多学校啊 都在推广 使用各种作业APP 孩子回到家 玩手机平板 那家长啊 都不好说什么 可能家长不理解的是啊 这作业APP 不仅包含游戏 甚至呢 还有收费的产品 那真有必要吗 有家长就质疑啊 这到底是对学习有益呢 还是对你这个游戏平台 有利益呢 对于家长的质疑 相关产品的负责人就回应啊 说这只是一些 趣味性的学习产品 主要是为了激励孩子 谈不上是游戏啊 平台后续呢 还会上线一些退费的功能啊 如果扣了费 家长可以申请退款啊 此外啊 相关部门也会对APP呢 进行一个全面评估 并进一步加强产品的监管 有专家就表示啊 通过技术 简化老师的工作 这无可厚非 但同时呢 应该给学生带来实质性的效果 如果反导增加了 孩子对电子游戏的依赖 那还不如不用呢 作业APP 这批游戏成了主角 要我说 寓教于乐 那也得以教为主 以教为先啊 好 欢迎回来 最近一起关于喝酒的案件成了焦点 喝酒的呢 是几名男生 来自河南许昌某职业学院 两年前的一个晚上 这学校的六名男生 从超市买了白酒 在宿舍里喝 当时呢 住在斜对面的小亮 就过来啊 借个热水 看到同学在喝酒 他也坐了下来 这几个人呢 一直喝到了凌晨 对此啊 学校的管理人员 并没有阻止 这小亮喝醉后 同学呢 就把他送回到他的宿舍去睡觉 可是没想到啊 在这之后 连着两天 小亮昏迷不醒 送到医院这么一检查 被确诊为高位结瘫 那接下来那一年多呀 小亮都在医院接受治疗 花了大量的医药费 今年年初呢 这小亮的父母 就把学校啊 超市啊 包括那六个喝酒的同学啊 都告上了法庭 那法院就判决 小亮自己承担 15%的责任 学校要承担 65%的责任 那超市呢 要承担5%的责任 六名同学也要共同承担 15%的责任 要赔偿二十多万 这判决下来之后 学校很快就赔了钱 但超市啊 六名同学呢 就迟迟不肯赔钱 他们觉得我不该赔呀 那么到底该不该赔呢 法官是这么解释的 先说这个超市 案发的时候呢 这些同学都只是 十六七岁的少年 还没有成年 未成年保护法有规定 禁止商家向未成年人 出售烟酒 很显然 这超市违法了 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我们再来说一说 这六名同学啊 根据相关的法律 如果同桌饮酒 有人突发疾病或者死亡 那么同饮者 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按照有没有劝酒 还分为两种呢 有劝酒行为的 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那同饮者承担过错的赔偿 没有劝酒行为的 就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同饮者承担和饮酒者 一样的责任 在这个案件当中 六名同学没有劝酒 所以呢 他们就和小亮一样 都承担15%的责任 因为超市和这个六个同学啊 都不愿意赔钱 无奈之下 小亮的父母就申请了 强制执行 前半九 法官把超市的负责人 把这六名同学的家长 召集起来 苦口婆心进行了劝说 最终呢 有一名家长表示 愿意带头赔偿 之后 其他人也都跟着 履行了赔偿责任 法官说呀 通过这起案件 大伙都应当吸取教训啊 学校要做好监管工作 确保学生安全 超市呢 要尽到守法的责任 不要向未成年人卖酒 而同学呢 更要遵纪守法 爱护自己 不要因一时贪酒 悔恨终生 要我说 这案件 那也是一堂生动的 普法课呀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偷拍啊 最近有记者调查发现 在某电商平台 竟然有大量的女性照片出售 这些照片呢 并不是模特的照片 也不是明星的照片 它就是普通人的生活照 很多人就奇怪呀 普通人的生活照 为什么还有人花钱买呢 因为这些照片 拍摄的角度 非常的古怪 往往聚焦在 女性的一些 不合适的部位 很多女孩看到之后 感到气愤 但又无能为力呀 你比如说 最近在广州地铁 有个女孩 她被偷拍了 她就要求对方 立即删除照片 反倒啊 遭到对方的辱骂 没过多久呢 这些照片 就被传到了网络 还配上了侮辱性的点评 无奈之下呀 这女孩就向网络平台来投诉 最终呢 投拍者被封号一个月 封号一个月 这处罚太轻了 要知道啊 仅仅封号 那终究是治标不治本 如果她换一个网站呢 她这个投拍的素材 依然会有市场 记者调查就发现 现在很多人 打着接拍的幌子啊 它实际上啊 就是投拍 尤其是人多的地方 所谓的摄影师 这样的摄影师 数不胜数啊 但是呢 接拍和偷拍 那是有着本质区别啊 接拍呢 是为了记录 人和物的某一个状态 是一种摄影技术 摄影艺术 而偷拍不一样 那就是偷窥 它已经侵犯到 他人的隐私权 他只是满足 自己的窥私欲 刚严重的是啊 这些偷拍的照片 还被卖到网上 没有遭到抵制 反倒受到追捧 很多人一边看 一边还在那儿 品头润足呢 面对偷拍 该如何维权呢 这成了一个难题 一方面 被偷拍的女孩啊 都不知情啊 就算知情 也很难当场有反应 另外一方面 那违法的成本太低了 维权的成本呢 却很高 你较真的 终究也是少数人 所以呢 治理偷拍乱象 你不能封个号就了事啊 而是应该加大 处罚的力度 并且呢 要加强 对网络平台的监管 如果网络平台 没有尽到审查的义务 就要承担连带的责任 要我说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如果欣赏 请保持远观 不要偷拍 好 接下来说一起 抚养费的纠纷 小王是某大学的学生 最近啊 他把父亲 告上法庭了 为什么呢 原来小王的父母啊 离婚多年 他一直呢 有母亲抚养 父亲每月支付 两千块钱的生活费 然后当小王读大学以后 父亲就不再给钱了 于是呢 小王就到法院起诉 要求父亲 要继续支付抚养费 法院一审判决 说老王啊 每个月收入有七千元以上 应该承担着 孩子读书的费用 然后老王就不服啊 向北京中院 又提起了上诉啊 最近法院二审判决 哎呦 结果变了啊 法院说 小王已经可以独立生活 老王可以不再承担抚养费 这么一个判决就引发热议 要知道啊 基于中国传统的亲情啊 家庭观念啊 只要没有毕业上班 没有结婚 在父母的眼里 那都是孩子啊 需要父母来照料啊 尤其是读大学阶段啊 父母支付什么教育费 生活费 似乎呢 但是约定俗成的 应该的 那么小王为什么就败诉了呢 律师说 根据婚姻法 只有在两种情况下 父母才必须支付抚养费 第一种 孩子未成年 第二种 孩子不能独立生活 你比如说生病啊 残疾啊 在本案当中 小王年满十八 而且能够独立生活 所以呢 父母可以不再承担抚养义务 对于大学生来说 这个案子具有警醒的意义啊 首先就必须认识到 父母提供上学的费用 不是法定的义务 而只是道德的选择 是爱的表现 所以大家伙啊 千万不要以为父母给钱 那是天心地义啊 而是要学会感恩 除此以外呢 大学生应该尽快学会独立 要学会生存啊 此前呢 有媒体报道 说学校提供勤工俭学岗位 可是呢 竟然就招不到学生 为什么呢 除了懒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不差钱 要知道啊 很多家长 只要孩子好好念书 其他什么事 都不用孩子操心 正因为父母这样的爱 咱们的学生呢 就习惯了被父母抚养 哪怕已经成人 也仍然没有独立的意识 要我说 大学生索要抚养费败诉了 这也是一堂成长课呀 好 接下来看 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了一词 模范车主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这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啊 前不久啊 四川成都 有一位车主 那是堪称模范 说事情是这样的啊 说这哥们啊 喝酒喝醉了啊 就找了一个代驾的师傅啊 这师傅上车后就发现 车主家就在附近啊 整个代驾的距离啊 只有一百米 于是呢 说代驾的师傅 就问这个车主啊 还确定要不要我来代驾 车主坚定地说 必须的啊 其实啊 那个时候 车主已经醉了啊 以为车呢 是代驾的 也不太记得回家的路 但念念不忘安全 还特别嘱咐师傅啊 开慢一点 路有点远 其实呢 一转弯 一百米 家就到了 想起之前 有车主因为在小区内 酒后驾车被判刑 不少人就感慨啊 这模范车主啊 虽然醉了 但安全意识啊 是醒的 哪怕只有一百米 也要代驾 那些酒后开车的 真应该好好学一学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下周一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 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